每到台风季节 风平溪核酸雨水暴涨 玉里旧铁道及公路坐横风平溪 恐怕造成泄洪不易 考量到民众身家安全 大雨里长张天赋向正公所来反映 特别在3月25号邀请相关大卫到现场会刊 经过各方的人员专业的判断及共同言商 同意玉里风平溪旧铁道将在近期内要拆除 台东公共段会后将与九合局再一次会刊之后 来引领拆除的细节 每到台风季节的时候 风平溪河川雨水暴涨 玉里旧铁道以及公路坐横的风平溪 恐怕会造成泄洪不易 考量民众的身家安全 大雨里长张天赋向正公所反映 特别邀请了相关单位以及人员现场会刊 经过各方相关人员专业判断以及共同言商 同意玉里风平溪旧铁道将在近期内来拆除 台东公共段会后将与九合局再次会刊之后 共同研拆除的细节 那个是铁路局的铁桥 他们不能清 要那个除非那桥顿把它撤掉 你就短短没有一公里的距离 这样有四条桥顿在那边挡着 会影响水流啊 所以主要河道都冲刷到两边 水都冲刷两边你看看这沟 都是冲两边的堤板 啊中间任由它就要长草 它杀死越积越高 里面反映了好几年 就是真的很危险 不知道哪一天会溃蹄 镇长蔡秋龙说 玉里风平溪旧铁道早年是进入 玉里镇重要的连通铁道 但是随着新铁道 新建多年 旧铁道已经没有再使用 再者因为台风期来袭时 洪水深泄不易 希望拆除之后能够改善这样的问题 同时也感谢大鱼里长 张天部以及各单位 共同的讨论以及会刊 希望会后能够尽快来处理 给民众一个安全的家园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